一名82歲姓陳的老虎與騙 21歲姓徐的男子被捕 警方表示 星期一下週大概2點半 接獲銀行職員報案 指這名老虎和涉案的男子 去到元朗青山公路一間銀行 辦理設立網上銀行密碼手續 銀行職員深角可疑於是報警 警方到場以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將涉案的男子拘捕 同時警方經調查後 發現女事主在今年3月 曾收到假務內地官員的電話 並且受騙損失約90萬元